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有我的微信啊,会经常看到我在朋友圈分享我每天在吃的保健品 那可能会有朋友,我相信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啊 觉得我们已经通过低碳生酮,通过断食 去尽力的让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变好了 那我究竟还需不需要再花钱去买保健品呢 或者说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吃保健品 那我每天又会去吃哪些保健品呢 沙拉没问题 大家好,我是沙拉 我是低碳生酮饮食和间歇性断食的实践者 在探索健康知识的路上会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订阅 记得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记得到视频的最后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哦 首先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究竟有哪些人适合去吃保健品 首先保健品究竟是什么 简单两个字,保健品就是营养 我们的身体每天都需要非常多种类的各式各样的营养 当我们完全的满足了身体的营养需求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运作就会变得更加的顺畅 就像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 你把每个零部件都弄得特别好 都上了机油,弄得特别的顺滑 这个机器的运转就是非常棒的 那么是不是一定要通过保健品才能够达到这种运转的情况呢 当然不是 很多人,我有很多生酮在断食的粉丝 都通过自己对于食物营养的把控 通过自己动手做饭 通过特别科学合理的去搭配每天的膳食 其实都收获了非常非常棒的健康状态 但是有哪些人可能吃了保健品 你的营养摄入会更好呢 第一个就是你经常在长断食的人 比如说我间接近断食现在是23小时 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饭 如果说你是16,8 还有8小时的时间去吃东西 那当然你能够摄取到的营养 当然热量也更多 但是重点是营养也会比我多得多 对于我来讲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就是吃不下那么多东西 那对于这种间歇性断食 每天时间都比较长的人 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动不动就来个长断食 三天五天甚至七天十天的人 你非常有可能会缺乏营养 断食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我也是为了这样的好处才去坚持比较长时间的断食 但营养也非常重要 怎么样能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呢 对于我来讲保健品就非常重要了 第二个吃保健品的原因是 很多食物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如果我们现在能够非常轻易的买到所有的 比如说草寺的肉类 买到放养的鸡蛋 买到野生的鱼类海鲜类 就没有什么保健品存在的意义了 现在的现实情况就是 我们很难买到高质量的食物 就算你花了很多钱去买高质量的食物 这个食物究竟是不是那么高质量 也很难讲 比如在新西兰我经常会去尽量买草寺的牛肉羊肉 但是并不是草寺牛肉 就是完全100%的草寺 它可能比如说在喂养中间的某一些环节 它还是用谷物的饲料 但是一开始是草寺最后也是草寺 它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标榜自己的产品了 那当食物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的时候 基本上你如果想要达到一个特别完美的状态 那保健品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补充 第三种我会推荐它去吃一些保健品的人 就是经常吃外卖或者是经常有应酬的需求 我也有粉丝自己做得非常完美 该做的都做到了 但唯一做不到的就是经常要去酒局 经常要喝酒 这是没办法的 可能在它的那个当下 就是完全没办法避免的事 如果你经常就是需要应酬 经常就是需要吃外卖的话 我认为保健品是可能你必备的一个东西 外卖应酬不管是酒还是植物油 还是饮行的碳水还是其他的这些东西 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比较多的问题和损伤 你可能在低碳生酬饮食和间歇性断食的同时 就已经抵消了很多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再把营养补充起来 你能够抵消的更多 对于你的身体状况是更好的一个保护 第四个就是说你已经有了健康问题 那很多真正下决心低碳生酬 真正下决心去断食的人 基本都会有一些健康问题 我就拿我自己举例子 我自己呢当然是也很想减肥 也很爱漂亮 但是在低碳生酬以前 我做过四次开腹手术 如果说没有进行生酬饮食 我现在可能已经 就很难想象自己是变成一个什么样了 是肚子上安个拉链啊 还是可能因为某次手术就已经怎么样了 所以对于我来讲生酬是必须的 不是我的选择 那也有很多人 比如说就是糖尿病 我就是觉得我不能接受每天都打胰岛素 这样的生活 我想要尽量的去逆转 所以很多人已经有健康问题 那如果你简单的 只是通过改变饮食改变生活方式来 我还没有让身体真正能恢复到那种特别完美的平衡状态 健康状态的话 保健品是你应该去探索的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会推荐生酬初期的同学们 尽量的去探索一下保健品 生酬初期特别经常会出现的一个事啊 就是来找我加我微信问题的人 10个里有6个都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生酬初期水分会流失 电解质也会跟着流失 会出现电解质紊乱的情况 要补充那甲美 那就是盐甲和美 也在很多天然食物当中都有存在 我们之前都做过视频啊 补充甲的食物补充美的食物 如果说你每天就是吃不到这些食物 或者说我吃不到那么多的量 还有就是我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 缺乏电解质的症状 那你就非常简单的通过电解质去补充啊 很多人都反映 比如说喝了电解质水 症状马上就消失了 这个是完全你不需要去忍受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自己在吃哪些保健品 首先我的分享是基于我自己的身体状况 和我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自己的饮食方式来做的 每一个人都不同 我并不是想让大家 就直接吃这些就没问题 你们的健康都能得到改善 我并不是这样讲的 每个人都需要去探索对自己好的 真正值得去买去吃的保健品 那么我自己在吃的第一个 是我最近特别特别特别义重的一套保健品啊 是新西兰的SRW细胞健康系列 细胞健康系列呢分为三种 简单来讲啊 第一个就是抗衰老的保护端利 更适合呢比如说初老人群 尤其是25岁之后啊 如果说你想要保持在特别年轻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CELL2它是NMN产品 NMN产品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很多啊 它能够帮助你补充NAD加 也就是能够让你每天的精力特别充沛 我个人觉得在35岁左右就应该开始吃NMN产品了 我自己今年也刚好是35岁那第三个CELL3呢主要是促进细胞自视的 因为我自己断食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CELL3我就没有再吃了 那如果说你觉得啊我没办法做到那么长时间的断食 CELL3尤其是对45岁以后的人群来讲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如果你已经有三高有慢性病 说明你体内有非常多脊带清理的僵尸细胞 那CELL3可以帮助你自视的效率促进非常多 我自己呢现在就是在吃CELL1和CELL2 非常非常明显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我以前虽然也在生酮饮食 在间接性断食 还是会有那样一点点一些亚健康的小毛病 比如说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我早上起来还是会有一些头疼 经常会有这种头昏脑胀的感觉 睡眠质量呢有的时候也其实挺一般的 第二个特别明显的迹象就是白天精力没有那么充足 也可能是我想做的更多 我想白天能够去健身 我想白天能够工作 我还想去把家里收拾的干净 还想陪娃陪狗 所以我好像没有办法同时把这些事情都做到 还不觉得累 但是在吃了SRW之后啊 首先特别明显的就是早上起来不头疼了 再也没有那种头昏脑胀的感觉 以前呢睡觉可能还需要翻来覆去一阵才能睡着 现在就是秒睡 就是我很少很久很久没有体验过秒睡了 第二天白天的精力就特别充沛 我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 而且重点是我真的就没觉得累 所以虽然这一套细胞健康系列并不便宜 因为这是我比较熟悉的新西兰本地的科学家研制生产的 那同时因为它真的给了我非常明显的改变啊 所以我会把这个钱投资在自己身上 第二个我每天都在吃的就是 也是新西兰本地的品牌叫做My2Q的浆黄素胶囊 My2Q其实就是一种浮煤Q10的分子 但是它比较不同的是它是水溶性的 它更容易到达我们的线粒体去发挥作用 因为浆黄素啊 我们之前也做过视频讲到过很多浆黄素的益处 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发挥的作用非常强大 在吃了浆黄素胶囊之后 非常明显的两个感觉 第一个就是以前的那些小炎症都不见了 身体很少会发炎 第二呢就是很少感冒 现在不管是新冠疫情 还是在新西兰本地流传的流感啊 因为我们是冬天 真的都挺难避免的 在吃了浆黄素之后 完全没有这些困扰了 第三种我在断食的时候会去吃的呢 就是膳食纤维的补充剂 现在有两种 第一种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叫做一餐 它出了这个小绿心 还有呢就是我以前一直在吃的 也是澳洲的品牌 Marose的绿植精脆粉 也就是俗称的绿瘦子 其实完全吃它并不是为了减肥 很简单的就是为了补充膳食纤维 补充膳食纤维更多的是给谁补充的 就是给肠道细菌 给肠道菌群补充的 关于肠道菌群 我们之前做过很多科普视频 你简单的去理解 肠道菌群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 当我们断食的时候 想吃糖的时候 糖饮大的时候 其实都是你体内的那些不好的细菌 在绑架你的想法 那我会在断食的时候 通过膳食纤维 去满足一些益生菌的需求 那也就能够帮助我 更容易度过断食的时间 有些人会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刺激胰岛素 会不会打破断食 这个首先它不会刺激胰岛素 第二就是量也很重要 我们今天并不是说抓了很多小麦草 大麦草 螺旋枣 小秋枣之类的东西 大量的去吃 只是这样简单的一小条 其实不会对断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重点是还会给你提供非常明显的饱腹感 实际上能够延长你断食的时间 第四个我在吃的保健品是为了我的皮肤去吃的 也35岁了 还是想把皮肤的状态维持的久一点 我会去吃的就是澳洲的品牌 Vida Glow的抗糖粉 还有就是胶原蛋白粉 胶原蛋白粉就真的不需要多做介绍了 胶原蛋白对我们的身体非常重要 不管是头发皮肤还是指甲 还有关节的软骨都很重要 那水解胶原蛋白达到菜级别的 这是能够迅速的被身体吸收 另外呢 抗糖粉其实更多的是抵抗自由基 抗氧化的 其实我自己平时吃的是非常干净的 抗糖对我来讲呢 可能真的只是辅助 但如果说你现在还处在动不动就要炸鸡 动不动就要奶茶 动不动就要喝啤酒这样的情况下 抗糖对你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它能够帮助你减少 并不仅仅是皮肤而是整个身体的氧化应激反应 当然我是希望你把这些全都戒掉啦 第五个在吃的呢 就是刚刚讲到的钠甲铭 也就是电解质这方面 当我们尤其是初期的时候啊 会出现电解质紊乱的情况 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直接去补充 那我也有自己的电解质水的配方 电解质水里面为什么没有铭 是因为我会在睡前两小时吃铭 因为铭能够帮助你放松神经更容易入睡 这个之前做过比较详细的视频啊 大家可以去参考 第六个去吃的就是鱼油 或者是海豹油 或者是林虾油 这些油当中都含有特别重要的一个成分 就是Omega 3 包括DHA 包括EPA 一定要吃动物的哦 因为植物的ALA转化率是比较低的 它能够帮助我维持Omega 3和Omega 6脂肪酸的平衡 让我减少身体的炎症 那以上就是我每天会去吃的保健品了 可能你会觉得我吃的挺多的啊 但是你要考虑我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那我希望把自己的营养补充完整 同时这些营养并没有给我带来多余的热量 那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保健品当中也会有一些重复的成分 比如说绿瘦子当中啊 就含有铭 所以如果我在下午或者在睡前喝了一杯绿瘦子 我可能就不会单独的去补充美了 但如果我出现比如说失眠或者抽筋的症状 我就会知道我美补充的不够 那可能就需要单独的补充剂 倾听自己的身体真的非常重要 我知道了很多人对于保健品是一种智商税的态度啊 觉得这些东西吃了根本都没用 都是浪费钱 但其实抛弃这种成见啊 给它一个机会 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就真的会从那个运转还可以的机器 变成一个运转非常良好的机器 你原来的那些非常轻微的不适感和亚健康状态 就真的能够得到完整的解决 这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大的体会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如果大家想要加入沙拉的生酮讨论群 或者想看我每天朋友圈在发什么 可以在这里找到我的微信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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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